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大石門活魚老店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原本是想要吃這家南園活魚老店 但是因為它的魚都已經被訂光了 所以沒辦法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今天就先吃大石門 那一樣生意非常的好 飲料各種都有一個啤酒 這個是決定幾隻這樣 那這個是點餐的方法 那先選魚 那先看看 你喜歡哪一隻 就是不用太大隻就好了 因為我們三個應該不用太大隻 喔 有有有看到 看起來很有活力啊 1個來有活力 好 先秤齁 6斤半 6斤半那這樣是多少錢 75 75 所以總共是 975 然後等一下這個是魚 不要再來算料理費 那辣就可以調整 可以可以 基本上它是小辣 因為豆瓣醬本身是小辣 如果你要吃中辣什麼都可以 辣豆瓣 還有糖醋魚 還有兩麻麻 這個可以選到三吃 或者是試吃 酥大魚塊好像也蠻有名的 就喜歡吃酥酥脆脆 然後加黑胡椒鹽 我們是黑胡椒鹽 那魚頭的部分我們想怎麼處理呢 那好像是可以煮魚湯的 魚頭的部分可以煮魚湯 味噌好了 那是蘇格莉的味噌 不是日式的 是台式的 是比較清淡的 你們好像打卡可以送那個 我現在沒有 我們現在是免費的提供熱茶 OK 其實生意蠻好的 很熱鬧 高麗茶130 好 那總共1000多 等一下還有這個 對 60元 到時候就這樣加起來 OKOK好 價格都蠻透明的 我就這樣蠻棒的 還可以選魚 可以親眼看到那個 魚挑起來 所以蠻棒的 難怪生意很好 好 大食門活魚老店 就讓我們期待一下 好 這樣價格蠻清楚的 好謝謝 謝謝 好OK 好現在現場非常熱鬧 就沒辦法 就實況了 好現在就吃吃看 高麗菜 好這是第一隻啊 好高麗菜就正常的水準 正常 好再吃看這個糖醋 好好久沒有吃火魚了 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哇 魚肉很大塊 然後很新鮮沒有腥味 魚肉很嫩 超好吃 然後新鮮就是王道 然後再第二隻是豆瓣鯉魚 好 好這魚肉粉 爛爛粉爛爛爛爛 怎麼樣 這個就是水庫火魚 超好吃 完全沒腥味 然後肉又很嫩 吃很多要小心喔 超級超級好吃 哇讚啊 現點現殺 真的很棒 價錢也蠻公道的 不會很貴 嗯 好那旁邊的店也可以放心吃啊 大使門 大使門 的 國魚也很 也很美味 這主要它價格也透明了 這讓人放心了 不會那個 感覺 會被窄的感覺 好 像你可以聽到這個背景音波吵雜 聲音真的超好 大家都很開心的在用餐 好這個肥隻隻的魚肚哈 肥隻隻的魚肚哈 好這個肥隻隻的魚肚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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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口味怎麼樣?好吃喔?沒一塊吃啊 好!好吃又美味 很多吃但是很好吃 吼!炒到爆炸了 好!第三道!炸魚塊 好!鹹酥炸魚塊 先吃吃看喔!魚塊的分量也很多 然後他旁邊也可以沾椒鹽 好!外酥內嫩 我比較喜歡沾胡椒鹽 好!三排餐的分量十足 好!新鮮就是王告啦!所以怎麼料理都好吃 醬酥酥脆脆的也好吃 讚!喔! 炸一塊!然後沾胡椒鹽 我覺得沾胡椒鹽比較好吃 沾...沾那個... 沾那個...甜甜那個吃起來反而沒那麼好吃 嗯... 這三口味你最喜歡哪一種? 沾胡椒鹽 對!因為他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石門火魚啦 對!它大隻啊!它很大隻魚啦 好!以前其實我小時候常吃啦 好!讚! 好!努力消化一下還是很多 其實以前我常跟我父母來這邊吃火魚 來的胡椒鹽啊!小潤鍋玩 然後或者是架的時候就也會來這邊 就吃個火魚 好不好吃?Baby 火魚好吃喔 好! 好!那全部都吃到喔 這三個糖醋魚、豆瓣鯉魚跟炸魚塊 這三個100分 然後... 炒青菜是正常80分 剛剛這個湯我已經喝了 淡淡的 比較沒什麼味道 因為煮白菜吧 味道很淡 好!70分 攪一攪 好!攪過了還是味道還是很淡 所以這個... 因為這是附加的 所以就... 70分 好!恩嫂吃得很開心啊 那糖醋魚是不是很好吃? 讚喔! 那不是我帶你們來吃得很開心? 好! 很開心!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讚! 好!最後就是這家店的名店喔 大食門活魚老店 活魚現撈現煮家庭口味健康煮法 桃園市龍潭區嘉安西路5-6號 還有D型圖子 個人覺得蠻不錯的喔 好!那滿分大師應該都滿分了喔 滿萬讚! 好!太吵了 好!環境扣20分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